大家好,我是DJ阿州 在前些时候我坐了去 上海的航班 那让我赶出量身 就是 回上海 一个多小时 但是中间吃了飞机餐 那个速度之快 真的很吓人 那因为航程只有一个多小时 那当 飞机餐送来的时候 那我们 很急促的 三五分钟就要把它吃完 那之后 飞机就开始下架 时间实在很紧迫 所以说 有感而花 做了这期影片是介绍我这几年 在飞机上吃的一些飞机餐 希望你会喜欢 这是东方航空 飞上海的餐点 它是凉面 回城的时候 回台北的时候 吃的就比较好一点点 这个是国航 我飞北京的时候的餐点 给各位参考一下 长龙飞九州我点了一瓶啤酒 这是我内人的餐点 海亚非首尔班机上的餐点 这是疫情前 做长龙飞郑州的一个航班来回的一个餐点 港龙飞香港的餐点 港龙飞香港的餐点 长的这个样子 厦门航空飞西安 水果餐 那这是正常的餐点 下航短程的小点心 越南航空从台湾飞到越南 来回的餐饮 大概就是长的这个样子 看完了回击餐之后 我最后提醒各位一件事 飞上海这段旅程非常的短 所以说我一个良心的建议 各位在韩美 拿到餐之前看到 空服人员在花餐的时候 建议你 赶快先去上厕所 因为呢 当他花下餐的之后 你根本用完餐没有时间 让你去上厕所 你只能到最后 飞机 飞到上海之后 下飞机之后 才能去上厕所 好的 影片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你会喜欢 我是DJ阿周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麻烦你帮我按个赞 同时开启 小铃铛 以及 订阅 谢谢 偶尔有期